听说自己去年2月份发布的影片被人抄袭 我一直秉持着不相信的态度 想着自己经营的频道那么小 怎么可能会被抄袭 为了解除困惑 还是带大家来看一下 你们来评定一下这个算不算抄袭 首先这个影片大概是我去年2月份做的 然后就是这位老哥的 制作时间是4月 底下原创两个字挺有意思啊 知道要支持原创 我挺你 老铁牛逼 双集666啊 我们一个一个片段来看 当时我这个时候 大概在介绍1.19版本的更新快照 1.19现在更新了些什么 1.19现在更新了些什么 1.18也是出了几个月了 近期猫样也发布1.19版本内容 1.18也是出了几个月了 近期猫阵也发布1.19版本 听说是荒野更新 一起看看吧 听说是荒野更新 一起看看吧 我说是听说 他也说是听说 但1.19版本确实是荒野更新 所以他并没有说错 只不过是虾猫碰见死耗子而已 我们继续往下看 龙筒说是青蛙一家 龙筒说是青蛙一家 青蛙 蝌蚪 蝌蚪筒 青蛙卵 青蛙 蝌蚪 蝌蚪筒 青蛙卵 青蛙卵可以孵出小蝌蚪 雷腿 哇 青蛙卵可以孵出小蝌蚪 雷腿 哇 来注意了啊 我的蝌蚪放了一条线 它则是放了一个矩形 区别很大呀 就比如鸡你太美和紫衣你太美 一个是说鸡很美 一个说是你很美 能是一样的意思吗 青蛙还会吃岩浆怪 青蛙还会吃岩浆怪 我的是达尔文 他的是牛顿 都不是同一个人 这种领域都不同 得多算个致敬吧 但是打败不会掉东西 但是打败不会掉东西 出现三种灯 亮度与火把差不多 出现三种灯 亮度与火把差不多 通过青蛙吞岩浆怪获得 不同地形获得颜色不一样 通过青蛙吞岩浆怪获得 不同地形获得颜色不一样 用手破坏不会掉东西 建议用稿子 用手破坏不会掉东西 建议用稿子 我说用稿子 他也说愿用稿子 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抄袭啊 因为的确要用 比如我说钻石要用铁稿啊 他也说要用铁稿啊 都是尝试嘛 自己尝试便知道 这样子应该不算是抄袭吧 大家看这个地方我徒手挖了三个灯 用稿子挖了五个 而人家是徒手挖了两个灯 用稿子破了三个 一个是三五 一个是二十安 这不是相差很大吗 这段可以断定他没有抄 因为他多打了一下铁傀儡 这便插了不少 还有一个最大区别 我用的是电脑机烟版 而他用的是手机版 这不是也插就很大吗 毕竟抓不住树伦 跟他鲁迅有什么关系 还有区别便是影片开头 我在一个丛林上面 而他却在雪山上面 而且音效也不同啊 我的AI声音比较柔和 近期猫样也发布1.19版本内容 他的更立体 19版本 听说是荒野更新 背景音乐方面 总结一下也不就是字幕 音效解说方面画面背景音乐相同 其他还有什么相同的 所以你们能说是抄袭吗 这位老哥只不过是字幕 音效解说方式画面背景音乐 和我有些相同 还是不要去冤枉人家了 然后这个地方写着原创 脸不要的话捐了好吗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记得订阅我们下期再见